嗨,你好,我是来自DMT的葵婷 有没有想过在Facebook Marketplace售卖你的产品呢? Facebook Marketplace是一个免费使用的平台 而且还可以让你的产品推广给更多人看见 提高你的销售量 今天我将会教大家如何在Facebook Marketplace售卖产品 好,如果你想要在Facebook Marketplace售卖产品的话 首先第一步你必须做的就是登入你的Facebook户口 对不对,因为你想要在Facebook Marketplace售卖产品 所以你必须要登入你的Facebook户口 当你登录之后呢,把你的目光放在这里 裸上角这里,Marketplace,你就先点击一下 好,我们就会进入Marketplace 你可以看到,OK,这边有分 Buyers,Seller就是买家跟卖家 那么我们先说一下买家 买家,他想要买产品的话 他可以通过三种方式 第一种就是通过价钱来分类 第二种就是通过地区 第三种就是通过这个产品的分类 你可以看到这里左边有不同的这个产品分类 好,有Eatronics Home Garden就是电器嘛,电器的Eatronics Home Garden就是可能关于 庭院一些种植植物的一些产品 还有Family 还有一些衣服啊 可能汽车的用具等等 这里都会找到 除此之外,你看到这里右手边 还有很多食物,OK 其实除了这些产品之外呢 还有很多人开始在这里卖一些 这里没有写的产品,OK 比如说榴莲 好 那卖家可以通过这里寻找他们想要买的产品 OK 那么卖家呢,如果你想要成为Markup Place的卖家的话 你只需一个很简单的步骤 就是来到这里 这里点击sell something之后 你就会开始去可以真正卖你的产品了 其实这个步骤真的非常简单 你只需要一个产品 你点击这个sell something之后,OK 他就要你输入一些关于你产品的资料 好 第一个就是关于你的产品名字 好 比如说我现在是售卖这个女装 OK 女性的裙子 好 OK 这个资料呢,你可以写英文或者是中文都没有问题的 OK 通常我会写英文 好 email address OK 如果你想要让更多人明白你的这个产品名字 你想要写两种语言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比如说女装 OK 先写一个例子 女装 OK,这样子都可以的 OK 如果我的话我是会放一个语言 好 价钱呢 价钱呢 你就放 OK 我的裙子是40 OK 这里价钱想要说一下就是 如果之后你的产品价格有更动的话 比如说现在你卖40令吉 之后你卖就是有更动嘛 价钱可能起较了 就变成42 你必须要实时刻去更新你这个产品资料 包括价格 那么你的这个客户他们在买你的产品的时候 他们就确保这个产品的资讯是对的 不然的话呢 当他看到这40 可能之后你的价格是变成42 你没有更新的话 他就会觉得你就是在欺骗他嘛 对不对 所以确保你这个产品的价格都一直在更新 好 确保你这个 你的位置 卖家的位置是正确的 好 之后再看这个category 就是说你产品的分类 到底是什么 好 好 我们往下看 我的产品是女性裙子 就是说是一个女性的衣服 我们找一下 woman 我们可以看到了 woman clothing 我们点击一下 好 确保你的这个产品的这个category 有在这个表里面 不然的话呢 其实好像说你卖食物嘛 这个product category没有食物 其实你是可以卖食物 但是你要小心 其实markerplace呢 他们是有权利去删除你的这个产品 如果你的产品是没有符合他们的这个polic 就是说这个规则的话 他们是有权去删除你这个产品的 或者是更严重的话 他们会去ban down你的户口 就是不要再让你在markerplace卖东西了 所以我们要小心哦 ok 接下来你看到这里有一个list as in-stop 就是确保你的这个产品呢 是有货的in-stop ok 你就点击一下 好 接下来就是解释一下你的这个产品 到底是什么 我的这个产品呢 是女装 女装的话我可以先写这个 ok 到底是什么女装呢 其实女装有很多种嘛 裙子也有分很多种 ok female dress 好 那么裙子就有分size 就是尺码size sml sl 然后就是颜色 black 黑色 white 白色 red 是红色 好 接下来到最后你必须要附上你这个 联系的方式 你可以放contact 就是可以拿给你 或者是 通过whatsapp联系你 然后可以放手机号码 我会放一个虚拟假号码 ok 当然如果你不想放号码的话 没有关系 不要担心 其实这里当这个产品它登出来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按钮 让客户去点击的 就是通过messenger去点击你们 所以不要担心 所以不要担心 接下来这个 最重要就是你要放你产品的图片 你要让客户知道你的产品 是什么颜色啊 到底是长得怎么样的 你必须要上传这个照片 好 现在我要去上传我这个裙子的照片 好 dress1 ok 还有 dress2 还有第三种 dress3 ok 好 等一下 已经上传好之后呢 这里可以看到照片了 你就点击一下 这个next ok 这边呢它就告诉你说 其实除了在markerface 你还可以把你这个产品呢 分享到其他facebook的群组 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不同的群组 如果你觉得这个群组是可以分享的话 你可以点击 因为我的是卖裙子嘛 跟这个food delivery 这个外卖呢 是没有太大的关系的 所以我就不分享 我就只是放在这个markerface就好了 ok 然后最后一个步骤就是点击publish 就是说你要把这个产品登上这个markerface了 ok 你可以看到这里 就是我刚刚放的这个女性裙子 ok 你可以看到这里就是长这个样子 好 其实基本上就是在markerface呢 售卖产品是非常简单的 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在markerface卖产品 因为它步骤真的非常简单 好 今天要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收看我们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帮我们点赞一分享 如果你还没订阅我们的频道 那你还在跟什么 现在就点击订阅按钮 最重要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们推出新视频的时候 你就能收到通知哦 我们下个视频见 我们下个视频 我们下个视频 我们下个视频